2017年柬埔寨第二次培训课 52位本土志工参与 来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三位 资深志工跨海担任讲师 慈祭在柬埔寨同样是慈善起步 这么多年的耕耘 志工发现许多民众是因病而平 因此今年开始要拓展医疗援助 三月初的疫诊跨出的就是第一步 有了疫诊的号召 这次的培训课志工特别着重医疗制业的介绍 因应六月的反台学习 职工还用话剧细数 慈祭团体生活的信仪 我们的资深志工 有多多的违讹 必要保持税的 这个捕耳的 这些捕耳的 都是被捕耳的 都在返交aya 这些消息 怎么会受到 与艺小区 他们的资深志工 都要守医疗 他们认为 自己的事 都要守医疗 他们这些 家中 他们是 他们不教会 有方向 有共識 這些慈激大家庭的新成員 未來也都將是最好的生理軍 大愛新聞之聖美之溝 潘小彤 柬埔寨報導